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五 你们又有没有遇到过很执拗的客户 今天呢 小五就遇到了一个 这个客户自己在线下加价拿了一台 mate 40polo 但是激活就看了一眼就不要了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手上这台就是客户让我们要回收置换的mate 40polo 那为什么这台机器客户就激活看了一眼屏幕就不要了 原因竟然是因为屏幕发绿不喜欢 所以也是要在我们这里置换成mate 40保时捷 因为40保时捷全部都是三星屏 不会滤边 手上这台mate 40保时捷 就是前面这位老哥自换的一台机器 8加256g的外观橙色呢 可以达到一个95成星 屏幕采用的也是三星屏 可以看到屏幕边上也是不会发绿 芯片方面采用的是麒麟9000的处理器 6 76寸的全面屏 后置5000万的像素 手上这台呢 是一位四川的粉丝 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台华为noa8polo5G版本8加256g的外观橙色95成星 目前市场行情呢 是在2900到3000左右就能入手 相比全新机 这里也是有个1000多左右的差价 这个价位的这个机器 性价比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机器 屏幕方面采用的是672寸的全面屏 支持120赫兹的屏刷新 芯片采用的也是70985的处理器 加上4000毫安的电池容量 手上这台呢 也是一位深圳同城的粉丝 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台华为p50polo 这位粉丝也是关注我们一年多的时间了 所以也是让我们帮忙挑一台品质稍微好一点的机器 那因为这款机器呢 最近市场也是比较稀缺 我们也是给这位粉丝才挑到了这一台95成星的 但是是一台原装的机器 虽然说这是一台4G手机 但是目前市场入手这款机器的人也是不少 而且官网呢 也是可以花700块钱左右入手一个5G的手机壳 如果是你 你会多花这个钱去入手一个5G手机壳吗 芯片方面p50polo采用的也是吉林9000的处理器 6.6寸的双曲面屏 3000多的预算 想入手一个曲面屏的机器 也可以选择我们手上这台华为mate30polo 手上这台呢 是一台5G版本8加128句的 目前市场行情呢 也是在3000到3100左右就能入手 这台呢 也是一位重庆的粉丝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台机器 屏幕方面mate30polo采用的是6.53寸的刘海屏 屏幕边上呢 也是支持虚拟音量加减 后置采用的是四个相投4000万的像素 芯片搭载的是麒麟990的处理器 支持鸿蒙系统 电池容量也是高达4500毫安 续航方面也是不用担心耳机的话 手上这台1562m的二代蓝牙耳机已经称霸市场很久了 品质也比较稳定 续航一天可达10个小时左右 三代最好用的就是这个1562a的芯片月虎版本 降噪效果和使用体验都很棒 四代的这款目前也是市场的最顶配若达156m的芯片 音质续航都很好 好了 那本期视频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更多华强北淘鸡视频的 我们下期再见